得獎的 恭喜Hook 恭喜 好的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身為實驗型的YouTuberHook 在生活當中找尋靈感 為自己也為大家創作了 創意製作又新潮令人跌破眼鏡的鬥具 苦林今晚的個性也深受大家肯定 她現在已經有超過80萬訂閱的家機了 待會兒要請她跟我們分享一下感言 謝謝Lesslie先稍等一下 來 我們先請Hook發表一下得獎感言 來 麥克風給到Hook 謝謝 怎麼樣 又 沒有 因為我現在其實 已經有兩個比較沒有見到大家 早安 晚安 我是Hook 其實我拍影片已經要4年了 那 發生了很多我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像今天我就可以很大聲的炫耀說 我現在是個時尚的人 哇 那 因為剛剛你在講自己的風格 那其實我自己是歷史系畢業人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其實在200年前 要從200年開始講是不是 對 我發誓我不會花200年講 OK 要三分鐘 好 就是 200年前在奶油裡面加鹽巴 是一件犯法的事情 因為當時奶油製造技術沒有很好 奶油會臭臭的 那有人就覺得 欸 加了鹽巴它就不會臭 可是在當時就是這種炸氣型的 那 200年後 然後有鹽奶油變成一個很普遍的事情 那我們都拿來煎培根之類的嘛 其實我想要講的是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不被理解 然後找不到生活重心 說不定我們只是還沒有經過時間的淬裂 希望大家都可以變成200年後的有鹽奶油 希望大家發光 謝謝大家